文章来源加美财经 据财富杂志报道 马斯克收购推特并改名X后 公司的财务困境正在逐渐显现 却让特斯拉的投资者担忧他可能不得不出售特斯拉股票以短信资金 马斯克减少对各种谣言的控制 以及对广告商的态度 已经切断了这家亏损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最近他还决定起诉那些不在平台上投放广告的广告商 事实上他自己是这么建议让不喜欢的广告商离开的 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最终马斯克可能不得不注入新的资金 来拯救他花费440亿美元收购的公司 而这可能意味着他将出售特斯拉股票来筹集资金 从而影响特斯拉的股东 哈特福格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布拉德福德福格森 在周三发布的YouTube视频中表示 我预计他可能会出售价值10亿至20亿美元的股票 这就可能导致特斯拉股价下跌5%至10% 他说这是一个需要填补的巨大缺口 福格森的评估基于纽约时报最近获得的X公司第二季度内部数据 根据这份报告 X公司在最大市场美国的收入为1.14亿美元 比前三个月下降了25%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 这听起来已经很糟糕了 但情况更糟 马斯克收购前最后一份公开财报显示 2022年第二季度 X公司的收入为6.61亿美元 考虑到通货膨胀 按今天的美元计算 收入实际上已经暴跌了84% 没有人知道X公司还能撑多久 因为不公开财务业绩 但在去年11月 马斯克曾承认 由于广告商抵制 X公司可能面临破产 自那以后 有关现金流收支平衡的谈论已经停止 更不用说实现盈利了 对马斯克来说 这种沉默很不寻常 因为他通常会设定一些激进且不切实际的目标 即使他多次未能实现 问题在于 尽管马斯克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但他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财富 来填补X公司的财务漏洞 据福布斯估计 他的个人财富超过2360亿美元 但这些财富几乎全部被用于投资于他的各种公司 包括火箭制造商SpaceX 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以及他最新的创业公司XAI 这些投资都不是易于变现的 特斯拉是他唯一一家上市的公司 因此他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出售剩余的12%股份 事实上 马斯克当初通过在市场上不断抛售特斯拉股票来筹集资金 以支付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资金 这也是特斯拉股价触及两年低点的原因 2022年12月 马斯克在一次推特空间讨论中承诺 在未来至少18到24个月内 不会再出售股票 为这家陷入困境的平台提供资金 无论如何 明年绝对不会 再过一年也可能不会 他表示 你们可以信任我不会在2025年之前出售任何股票 这一承诺在当时帮助特斯拉股价筑敌 然而 有些人可能忘记了他暗示的警告 及他可能还需要再次抛售股票的那一天 终究会到来 随着2025年即将来临 X公司的财务状况 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 福格森担心 马斯克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套现其特斯拉股份 他在2022年12月时可能更乐观 没有预料到情况会恶化 福格森表示 这位资产管理人指出 例如 X公司可能需要确保 能够满足收购交易中 涉及的130亿美元杠杆收购LBO债务的贷款契约要求 一旦违约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利率 甚至银行要求偿还贷款 Future Fund的管理合伙人兼联合创始人加里 布莱克表示 他同意出售股份的风险正在上升 X公司的亏损将继续下去 最终马斯克将不得不出售更多特斯拉股份 来填补X公司每年10亿至20亿美元的亏损缺口 这位长期看好特斯拉的投资者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choking 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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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梦 雪梦 雪林 雪小